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减选原因是 内地多个部门周三联合法部 五原厂新能源车免征车两个自税 去到2025年底 2026年至2027年期间就减半征收 华泰政院认为 汽车速消费相关政策落地 马将会促进市场消费潜力平稳释放 并且加速自主新能源车在下沉市场渗透 因此重点推荐产品竞争力强 下沉市场渠道布局完善的比亚迪 马比亚迪在内地新能源车市场具有领导地位 五月份销量增长大约一倍 去到24万家 创了单月销量新高 头五个月市场份额高达3.8% 远远抛离第二位特斯拉的9% 马集团去年在加快海外市场的拓展 今年头五个月出口整车增长14倍 摩根大通预料比亚迪股价潜在上行空间 来自本地电动车业务和海外扩张 彭博综合怨伤的预测 集团2023年至2025年 盈利年复合增长率达到4.8% 策略上比亚迪如果跟随大小回调 可以等候254元附近吸纳 中长期上网前顶330元的水平 跌穿上升跪大约236元就止蝕